视频观察日前公布的一份最新报告指出 中国当局自今年2月以来就任意拘留了55位维权人士 监禁了多名网上领袖 加强管制网上言论空间 镇压对一党专政带来挑战的异议人士 当中包括了立场温和的北京知名法学家许志勇 这本报告批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没有兑现他上任 受所提出的加强宪法实施法律 以及聆听人民声音的承诺 那么中国新领导层上台之后 为什么在全国范围内加大力度来打压异议人士 试图控制网上言论 为什么连立场温和的公民运动都不能够容忍呢 那么中国人权恶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以及中国的公民运动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前景 种种的问题呢 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参与讨论 一位是美国之一记者海涛 资深编辑海涛 欢迎你 你好 另外一位呢 我们请到的是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独立作家 田奇庄先生 田奇你好 你好 欢迎田先生 欢迎海涛 我们首先讲到这份报告 这是上个礼拜五还非常新的报告 事实上呢 在这个报告之前 像大社国际几个月前出版的这个报告 还有其他的一些很新的这些探讨里面 都指出中国的人权 的确是在恶化当中 那我想首先请问一下田奇庄 田先生 您来看看 这份上个星期五公布的人权观察的报告里面 特别指出从今年二月开始 所进行的中国政府进行的拘押了等等 打压言论自由等等 是不是这个时间点有一个特别的含义呢 您自己本身长期关注中国社会问题 是不是也注意到了这个中国的人权的确是更加的恶化 尤其是从今年春天以来 我有这个感觉 这一段时间以来 一些在当局看来是持不同政见的人 受到了连续的打压 一批人被抓 而且一批这个意见领袖 网络青也在以各种形式被遭到拘捕 我认为这是确实一种 人权状态 一种恶化的一种表现 刚刚田先生谈到这里 海涛你的补充是什么 你的观察呢 是我想在我这个 就是谈这方面的情况之前呢 我想先这个跟着这个田曲章先生 来说一个问题 比方说我们今天谈到这个 中国这个打压人权人士吧 有一个很标志性的立案案例 就是徐志勇先生这个案例 大家都知道了 那么徐志勇先生呢 他是长期以来和这个田曲章先生 大家在一起 从事这个公盟这个活动 那么田曲章先生呢 他对徐志勇先生 很多事情都非常了解 所以田曲章啊 我想就是接着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那么徐志勇先生 他在中国搞这个维权方面 他是维权律师 他实际上没有维权律师投选了 他是一个邮件大学的一个 一个讲师也好 教授也好 他的本职工作是一个大学老师 但是他实际在平时的很多活动中呢 他比较深的 涉入了这些 大家的维权的 这个工作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 当局就开始就是对他 就进行整肃 去年前年就因为这个 会计的事 所谓公司的这个 就把他们公司给整肱停顿 然后让他们交很多的税 就和艾薇薇事件一样 那么今年呢 是因为这个 有些公民站出来 要求官员公布财产 那么就被抓了 这些人因为他们在 西单啊 或者在什么闹市街头 他们要求公布财产 如果你在网上 或者也许不会 就是引来牢狱之灾 因为他们在这个 闹市 他们进行这种宣传呢 就被抓了 被抓了以后呢 徐志勇呢 就作为律师来为他们辩护 说我们几个要为他们辩护 结果最后把这个律师也给抓了 所以从本质量来讲 他这个案子和那个 当年那个李庄案子是一样的 在辩护当中呢 把辩护人 把律师都给抓了 所以这个呢 就是更引起很多海外人士的注意 我想问田基庄先生就说 你认为为什么当局现在这个 要把李正勇 徐志勇抓起来呢 他到底是 因为现在的某一件事 而引起了当局的关注 就事论事呢 还是本来就对他很有意见 长期以来是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因为以前的所积累的一切东西 最后来找到一个爆发点 来把它抓起来呢 你认为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我认为还是长期以来 对徐志勇有一种偏见或者承见 这个徐志勇长期以来 他一直致力于公民社会的推进活动 而且这些所有的活动都是依照宪法 依照法律 按照这个有关规定 是有序的进行 他从来不主张用这个暴力的 或者是一种违法的行为做事情 他跟我们曾经说过 就是我们要每个人 我们的电话可能被监听 我们的电子邮件可能被查处 但是我们一定要做到 我们所有的这些事都可以公开 不要有那种侥幸心理 想着违法或者不被查处那种心理 一定要本着手法 手记的这样一种准则来做事 来以一个合格公民的一种标准 要求自己 你即使进行一些政治博弈 也一定不要违反法律 这就是他一贯倡导的精神 而且他还多次强调 他对这个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 他说在中国这个国情下 我们是不但非暴力 我们有些情况下还要跟当局合作 因为很多事情还要通过 我们施加压力促使当局改进工作 所以说跟当局有些合作也是必要的 我觉得他的这些心态 他的这些行为方式 在我们这个社会是非常难得的 对中国当前社会来讲是非常难得的 他所从事的这个三路毒奶粉事件 帮助公民维权 实际上消除了好多人 对政府对这个毒奶粉企业的一些怨恨 也消除了一些隐患 包括他在这个组织 北京律师协会这个选举 要求直选会长这些事情 这种选举都是按照有关法律和规定 严格遵循的有关规定来进行的 没有越得去一步 可是就这些行为 却受到当局的 或者当局中某些人的一些 异样的对待 好像许志勇就是眼中钉肉中刺 不拔除他就受不了 我觉得当局这个是对许志勇 是一种偏见和成见 或者是说他们长期以来 阶级斗争思维和敌对思维的 在许志勇身上的一种体现 我是这么看的 刚刚田先生也谈到了许志勇 还有新公民运动 其实非常小心翼翼的 在这个法律的框架之下 来进行他们的努力 可是还是遭到这样的打压 那么最近 曾经参与过新公民运动的 肖国珍律师 他昨天出现了 我们美国之间很幸运采访到他 他也谈到了他的一些看法 为什么这样小心谨慎 温和的一个做法 还是遭到打压 这什么原因呢 肖国珍律师他是这么说的 这是触动了官方最敏感的一条神经 因为这对权贵资本 构成威胁 对公权力 对腐败的 经常被纳定的公权力 构成一个很大的约束 因此呢 光业财产攻势 让当局特别特别的恐慌 财产攻势让当局特别的恐慌 这就有点讽刺了 因为习近平上台以后 他大力的就是鼓吹要扫荡贪腐 把权力关在笼子里 对 然后老虎苍蝇一起打 同时呢 他也要讲到 提倡官员生活必须要减朴等等之类的 那么一个团体 他公然的支持反腐 为什么还要遭到打压 这个牵涉到很多的因素 又有一些意味在里头 因为刚才我们从天气庄的谈话中 我们可以看出来 徐志勇他是非常温和的一个人 反映了两点 就是在他被捕 被判这个有罪 就是有刑事起诉他之前呢 这么多年来 我们的记者 我们美国之音众人部的记者 多次采访他 我自己本人也多次采访他 他的一个态度就是说 你问他两个问题 他回答一个问题 你问他一个问题 他回答半个问题 他话语非常简短 非常谨慎 非常谨慎 还有就因为他和刚才那个 天气庄先生 他和中国政府之间的这种态度呢 引起很多其他的艺人士不满 大家很多 比方说刘沙沙海 还有一些人士 就在网上骂徐志勇 而且骂得很厉害 就是说是你怎么样能和政府合作 就是但是现在即使这样 他这么温和 他这么愿意通过和解来解决问题 但是当局还是把他给抓起来 把他当为一种辩护律师给抓起来 所以这个事情 他的这个令人大家比较尴尬一点 就在这里 接下来我想请这个 独立作家田奇庄先生来谈一下 刚才田先生谈到了就是说 为什么当局会对这个许志勇先生啊 去采取目前这样的一种打压 因为普遍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 当然刚才田先生提到了就是说 你的观察一些理由 我想请您谈一下的是 一般来讲根据我们的观察 中国政府就所谓打压异议人士啊 他在所选择的这个时机啊 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模式的 有点考虑 比如说是到了一个敏感的时期了 比如说每年到了六月四号之前了等等 两会之前了 或者是外国政要访问 外国政要访问之前了 或者是举行 对或者是举行 当局的还是有一种是 呃 枪打出头鸟的心态 呃 就是好像是 呃 谁 嗯 比较频繁 出击到一些敏感神经了 呃 呃 官方 呃 就就就就有一种枪打出头鸟 谁谁跳 谁跳出来了 好像就就就就是要打压谁 呃 那么前一段就许这种钢抓以后 呃 剩下的后边就就把团支型的那边 那边又又给抄了家了 对 估计也是这样一种心态表现 就是说我一波一波一波的打压 你打压的后边呃 没人再冒出来了 我我这个呃 这个就算没人就落到家了 就就就就会出现身份稳定了 嗯 我认为我认为这是当局的一个误判 嗯 这是一个误判 呃 因为什么呢 呃 现在的问题 中国现在的问题 是官方的权力太大 民间的权力太小 民众不能对官方的权力形成有效的监督和制约 所以导致官员贪腐现象十分严重 呃 而且这些官员滥用权力侵犯民众利益的行为非常严重 正是由于这种行为导致了大量的这个民众不满 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呃 呃上法呃 聚集起来形形成群体试验 这种呃这种事情由于近期不是相当一个时期以来 已经酝酿的太多发展的太多 已经形成了呃 一种此起彼伏的这么一种一种状态 所以当局为了维稳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嗯 他们现在就担心这些这些人会呃 是不是会串联起来呃呃呃 这个这个形成更大的压力呃 呃所以说呃 呃生怕这个呃 民众中有这个呃呃呃 领袖级的人物啊或者是呃呃 呃这个影响力大的人物啊呃 呃他们形成势力 所以说急于把他们打压下去 好像打压下去他们以后就可以天下太平了 我我认为这种选择 好谢谢谢谢田先生 刚才这个田先生啊没等我把这个问题问完啊 就已经说起来 我想请呢接下来请海淘来谈一下 对于这个中国当局啊就是所谓打压异议人士 过去我们刚才我们谈到了 有一定的这样的模式啊一定的时间 比如说重大的外国员要要员访问中国 或者是比如说在中国要举办重大的什么活动的时候 比如说奥运了等等等等的 那根据你的观察最近这个模式有没有什么改变 这个模式呢基本上应该是没有什么改变 每到这个大事的时候我们大家知道 比方说六四 这种做法还是一直会这么延续下去 那么为什么最近就是有这流 这有这个中央的就是中共中央它有些安排 就是涉及到好多比方说提出了七个标准或者七条底线 那么你是不能触及的 如果你触及 那么而且又不按照中央的这个口径来办事 那就是不唱主旋律的话 往往引起很多的麻烦 比方最近这个大V薛满子的事件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 那么就是说你如果这个出了阁 然后当局认为你数额都很厉害 那么就会对你采取行动 对你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 不能拿以前那种反革命罪来办你 就拿这个煽动颠覆国家罪 就拿刑事罪 就拿嫖娼罪 就拿其他的这个罪 就可以把你这个定理于罪的 这个这种形式就是从 就是可以简单说从八九六四以来 基本上这个这个这个都是按照这样办的 对可是你刚刚讲到这个 虽然照这个模式来 但是呢 肖国珍律师在昨天美国军采访他的时候 他也谈到了这些被抓的 比方说像新公民运动的人士 还有维权人士 其实远远超过人权报告讲的55个人 而且呢给他冠上各式各样的这个罪名 已经不光是就是什么 什么反革命啦 或什么颠覆啦 那肖国珍律师怎么来解释 怎么看的呢 我们来听他怎么说 当局呢 对他们的打压的罪名呢 是有意的去政治化 去良心犯化 这个罪名据我所知的是 有刑性曾经居然他们试图对丁家刑律师 以刑性自适来进行使用 后来他们觉得过不去 又改为非法集会 数议罪名啊 还有 其实我还要刚才我说的还不够的 就是有很多的公民也是因为公民运动 就目前我所统计的有180组 作为良心化 被采取各种形式强述措施 他们的罪名呢 不只是刚才您说的 居中扰动 社会秩序 还有刑性自适 诈骗 敲诈勒索 收逃资金 非法经营 交出伪劣商品 居中扰动 交出秩序 妨碍公司 非法拘禁 还有刑法 非法出保护等等 各种罪名 刚刚肖国珍律师 他讲到这些罪名 零零总总 他提到一点就是要去政治化 所以这个是不是中国政府有意 就是说我现在要来对付你这些维权分子 或者意义分子 但是我故意不要把它弄得非常正常 这也是一个模式 因为中国现在刑法当中 他已经没有反革命犯了 所以颠覆罪 所以颠覆罪 而且颠覆罪你用的太多了 也容易引起其他的问题 所以现在政府就是像肖律师所说的 用其他的刑事犯罪的这种罪名 我来处理 我来处理了你之后 社会上的反响 还没有什么负面的反应 因为大家都说 你看他是个刑事犯 他犯有各种各样的刑事罪名 比方说偷摸 什么嫖娼 或者其他这些 容易获得老百姓的同情和共鸣 我就是说政府的做法 或说比较不会让老百姓 对政府非常的公然反感 对 这些种按照手法来做 讲到这里 我就想到了 要问一下田奇庄先生 这新公民运动 是一种民间自发的一种基层的活动 那么当然我们刚刚在影片里面 也看到了很多人 比方说这个许志勇也呼吁说 我们大家每个月来一次聚餐 我们来讨论一下时政 讨论一下宪政 犯罪 同城犯罪 吃饭的饭 喝醉的罪 对 其实这个在各地都有响应 也变成一种结社了 这可能中国政府是怕这个 所以给他们采取这样的一个 镇压的方法 您觉得田奇庄先生 您觉得像是民间的这个做法 即使这么小心谨慎 还要遭到打压的话 那以后的这个公民 新公民运动 或者说各种各种公民 民间自发的这种 希望倡导革新的话 还有任何前途吗 大家看起什么也别干了 田奇先生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并不是没有一点前途 也不是没有一点空间 有些事情 有些做法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余地 比如说一些这个社区的一些活动 还有一些公寓活动 从这些活动里头 这个公民组织起来 搞一些活动 另外一些要求政府信息公开 或者要求政府调整了一些政策 参加一些评论会 我觉得公民还是有一定空间 但是即使这些空间 往往是由于受到种种限制 或者种种排挤 再加上我们的公民这些活动 由于长期以来受到一些提示 他们参与的人很少 加上政府对于这些 所有这些不顺眼的人 他们认为不顺眼的人 一直在打压 使得这些人 大否参与的积极性更低 所以公民活动 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 很难讨论到这了 淘宝告诉我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了 好 田先生非常谢谢您 我们今天讨论时间 因为时间的关系 这个话题就要到一段落 你现在海涛到我们的演播室 来跟我们一起参与这个节目 好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 来继续收看 时时大家谈 待会继续回来